美股周二全面收涨 不过台股就没有受惠 周三以23827点开出 下跌169点 而且跌是持续 盘中最低跌到23650点 等于是狂杀347点 最终收盘在23769点 也就是下错了227点 至于台积电的股价同样疲弱 开盘1035元下跌20块 正幅达到2.37% 收盘则是1030元 等于下跌25元 法人就说明台积电 明天将举办法书会 但是今天开盘 受到川普质疑保台的言论 同样是冲击台积电ADR盘后的走势 台股盘面也相当受到影响